鼠标是我们日常办公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我们有没有发现 长期使用的鼠标它上面会有很多的灰尘 还有一些皮屑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到的 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它到底有多脏呢 我们取一些鼠标上的皮屑的样本 把它均匀地涂在我们的波片上 然后我们在显微镜下面来观察一下鼠标的样本 直接放大到1000倍来看一下 哇好浑浊啊 密密麻麻的 好多东西 都是一些黄色的 这一块好大呀 应该是一些皮脂皮屑吧 非常的巨大 可能取得有点多了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 还有些是灰尘可能是 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 它说马桶上的细菌啊 还比不过鼠标上的细菌 它说它的意思呢是 鼠标上的细菌呢比马桶上还多 总体的数量呢 我觉得肯定是马桶上的多 但是如果论密度的话 绝对是鼠标上的多 下次我可以做一个马桶上的一个细菌来观察一下 好现在放大到1500倍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这种微生物一样的东西 在游动 应该是布朗运动 估计它们都死了 有很多的那种杆菌啊 大肠杆菌之类的 都在漂浮游动 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 长条的 然后点状的 难以想象 这是鼠标上看到的东西 这一块是放大到1500倍的皮质 哇口我的妈 你看这里 密密密密的一堆啊 应该都是大肠杆菌吧 不过好像都死掉了 哦 太脏了 我的妈呀 所以说我们平时用完鼠标之后呢 要定期的去清理它 不光光是鼠标 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我的妈呀 经过刚才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鼠标每天我们都在用 但是我们忽略了它上面到底有多少的细菌 所以说我们要定期清理我们的办公用具 这样就比较卫生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东西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